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自由建筑教练Elly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位非常漂亮的嘉宾 她是我们的美人鱼教练,菲菲 大家好,我是菲菲 你们可以叫我人鱼小姐李菲菲 其实是我自己疯的 菲菲,我听说你是从去年开始学自由钱 去年5月份 OK,去年5月份 然后有什么时候变成了美人鱼教练? 我大概好像在10月份左右 还是11月份,记不太清了 反正拿到教练证也不是时间非常长 OK,那是什么原因促动你想开始学自由钱? 为了爱情 你心里没有? 自由钱的话是因为本身我之前是完全不会游泳的 但是我看到了自由钱的照片 我相信很多的大家都是被照片吸引的 所以就想冲着这个照片我要挑战一把 而且从不会游泳的汉鸭子到会自由钱 这种跨越的迷人性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 所以我想去挑战一下 OK,那自由潜水不会游泳 因为我们知道游泳是自由潜水入门的一个必备条件 我们需要游会游100米了 对吧,那不会游泳 你是怎么去克服不会游泳到自由潜水? 我是当时是为了自由潜 我是特意去花的钱 花钱对吧 花时间我就会游泳了 所以游泳还好,主要是心意 但是我是因为真的很想去学自由潜 真的很想成为美人鱼教练 所以游泳只是我的一个就是挑门专 所以它是一定要过的 好有毅力的 好有毅力,特别有毅力 那又有什么触动你从自由潜水 然后去想学美人鱼 或者最后再变成竞争的美人鱼教练 其实因为本身我也是有政治工作的 所以说教练其实对我来说 不一定非得要考教练嘛 如果说我只是为了拍一个就是美人鱼的照片 那其实我就是体验一下也可以 或者是我去做一个基础美人鱼也可以 但是我当时看到美人鱼的照片和一些视频的时候 当时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考美人鱼教练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发现美人鱼 它是一项天然适合女性的一个运动 就是没有一项,也不能说没有一项运动 就是像中国女生大部分还是比较封闭的 就是上班呀,工作呀,我是谁呀,我是工作 我是女常人或者我是家庭主妇啊 很少说你单独抽离就是有一项大众运动 你可以去展现女性的一个柔美,娇媚,美感 你也可以跳舞嘛,但是其实它更多 但是美人鱼它是有表演性质的 你要向大家去展示你的美,你的性感,你的妩媚 那这项运动让我觉得就是它既是一项运动 它又是一项艺术性的运动 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跳舞的 就可能来说肢体表达对我来说是一个 自己想要的一个情感触发的方式 所以当时我看了美人鱼这项运动 我就觉得特别的吸引我 当你穿上那个鱼尾巴,对吧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造型在水中 你自然的话就会进行一个比较柔美的一个 那种氛围,对吧 有一种童话的感觉 毕竟人鱼传说大家都知道是吧 它又美,对吧 然后又有那种童话的这种幻境 然后又让女生可以天然释放自己的女性魅力 所以我觉得这项运动对我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那我觉得菲菲说的观点跟我们男性 自由潜水员的出发点会完全不一样 那你是为了什么去学自由潜呢? 男性的观点 坊间不是说我们自由潜水女 男性自由潜水员 只为了沉寂沉寂沉寂 不是为了爱情吗? OK 少部分人为了爱情 大部分还是沉寂 因为爱情 但女性的话就比较注重于自己 对吧 尤其是拍照拍照拍照 感觉就是有一台摄像机 就女性潜水员就一定可以下去 就闭气时间可以更长 对 但是你们男生也一样了 只要有小姐姐在 你们拍照的时间也可以更长 是不是机密 好 那在我们 在你学习自由潜水或者是没人意中 你觉得哪一个点对你来说会比较困难一点? 首先有两个点吧 然后一个是孔水 为什么孔水呢? 因为本身我是临时赶鸭子学的游泳 所以其实我天然就是对水是害怕的 所以每一次下潜对我来说 我其实有的时候看到大家很羡慕大家 就是好像很轻松 但是我在考一星 我没有考一星直接考到二星 在考二星的时候 在考三星的时候 每一次下潜对我来说都是要心理 就是要克服自己的心理账 对 虽然我现在是美人教练了 就是在潜水区或者两米三米我下去水 拍照是非常自如的 但是其实上次跟着吉叔他们去 八米的海昌 我其实就没有下去拍 因为我还是孔水 对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孔水之间还是很大的挑战 我自己 包括现在还是在克服的过程中 那你在克服的过程中 是教练给你更多的帮助呢? 还是你自己去克服自己 去发掘自己更好的自己? 我觉得是第一方面是教练 他要能敏感的觉察到这个学生 他内心是怕水的 其实你自如潜 其实不光是一个技术的教学 很多也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教学 对吧? 其实因为你在教学中也能感觉到 有的时候你会敏感的觉得 这个学生他可能是因为心理的原因 达不到 不是因为技术达不到 那所以教练其实也会给到我 他能敏感的知道 所以也会做心理的一些疏解 那更多其实也是我自己在意识到我是空水 因为我一下去可能肌肉就会紧张 那也是在挑战 其实更多的挑战是来源于我爱面子 我想一次就要下到底 一次就要过 但这种其实 当我因为不管是出于爱面子 会怎么样 我下到底了 我通过了 我的自信心就增强了 但是那种过程中 总是会有达不到 努力克服 然后你有这样的循环 再遇到一个你克服不了的 觉得不可能 我做不到对吧 然后你是有未来的这种我做得到的这种经验了 你就觉得你一定只是时间的问题 只是心里的问题 因为我在教学的时候 我也会碰到尤其是在基础自由潜水教练的时候 也会碰到就是有些学员就是他会站在深水池和潜水池的中间 对 会站了很久 可能会 一小时 没事 OK 然后他就会站在那个深水池前面会待很久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他只要第一步跨出了这一步之后 后面的事情反而是自然而然会发生 对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时候 学生那种成就感 跟那种挑战自我的感觉 就会 对 我觉得这个这个时候不光是学员自己他有成就感 而且教练也有 对 因为我会让一个从来不敢跨入深水池的人 能够下去 而且还能做完整的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压实的所谓 有这种感觉 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变化 这种对自己的挑战和成长 是我觉得一直是比较吸引我或比较迷人的地方 那我也相信是很多吸引自由潜水员的地方 嗯 对 那在你考教练的时候 是什么 那你觉得最难 哈哈哈哈 大家猜一猜 我觉得你们肯定猜得到 救援 是B7时间吗 救援 OK 救援 三点 救援是很难 因为有很多自由潜水员都会说啊 救援要累死了 但我觉得好像美人教练他的救援会更难 因为他只能踢动双浦 只能踢动单浦 对的对的 而且我们要穿尾巴踢单浦 然后救援 尾巴又很又很重 对所以真的是 其实其实不怕告诉大家 我第一次考那个美人教练的时候我没有过 其他都很好很棒 打得很高的分 救援我没有过 就到第三次的时候我教练直接下去 我在学校还在捞人的时候 教练直接下去说 把我抓上来说不考了 今天不考了 因为救援对于教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能够100%保证你学生安全 你一定要救援能力非常非常强 没有因为我教练他是发现我 我的心理就是我的整个下去 我身体是僵的 他觉得我的心理 对其实还是跟空睡有关 不是跟我技术有关 其实能力是OK的 对吧 只是因为心理的问题 对其实后来我就是 我觉得早晚会过嘛 对吧 我也不急着去教学生 反正不靠这个掐饭嘛 然后我就自己表演什么 就整个人非常的放松 然后后来我去救援 就一次就过了 OK 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就是 我们今天如果不行了 我们回去总结自己 反思自己 然后说不定哪一天 就跟我们练自由牵手语 练法兰佐一样 说不定哪一天就通了 对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了解自己 原来自己会在自己的心里 是这个样子的 自己可能 然后这种过程 这种成长 会让我觉得 对自己的了解更多了一种 那八卦一下 在那么多学生里面 我知道可能女学生会特别 特别多对吧 因为女性可能特别适合 美人鱼的这种感觉 是 但是有没有男性学员 看你的表情很奇怪 这不是很正常吗 当然有了 虽然现在不多 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视频 以后有很多的男学员 会来找我 报教脸 关注关注啊 然后 因为我觉得美人鱼 首先它是一项运动 对吧 运动的话就作为 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的 而且美人鱼 它的最大的使命是什么 不是竞技也不是表演 它是海洋保护 请问你要不要做海洋保护 必须 不要从海洋里拿走任何东西 虽然你是个钢铁之男 对吧 你也可以做美人鱼教练 OK 我会尝试一下 什么时候菲菲可以教我 我们在水里见面 对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想讲的 就是很多男生 其实他也想要去学 或者他好奇想要去体验 但是因为大家对这项运动 有误解 会是觉得只有女生 或者男生学了 会不会觉得很娘 或者哎呀 他都学美人鱼了感觉怪怪的 就大家会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我觉得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对吧 2020年 开放一点吧 在这么魔幻的一个年代 想做什么事情就去做吧 你可以说不对你会发现 你在学美人鱼的时候 你的力量美结合起来 是非常的有感染力有张力的 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 对对那就是说除了美人鱼 除了柔美这一面之外 其实还有是另外有一面是有力量的 当然了不然海王是怎么风靡全球的 对吧 OK 那菲菲你现在作为一位美人鱼教练的话 对在你的 在美人鱼教练的眼里 你觉得什么样子的美人鱼是最厉害的 是比起时间 是动作的舒展性 还是裸眼的能力 或者是什么 我不知道其他教练怎么想 其实我也有看过一些 就是那种大声表演美人鱼 我觉得真的让我看到表演 觉得非常有触动的话 是你会看到感动 你会觉得它很水融丽 就你单独的技巧也好 比起时间也好 你根本注意不到 你只注意到它整体的这种状态 它想给你表达这种情绪 表达的意思和感觉 那当然就是 所以这种艺术性 跟完美性 跟水性的一个整个融合 是让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演 就是表演者 就是一个教练 当然教练跟表演者可能还是不同的 但总体来说就是 如果他要达到这一点的话 其实他的臂气时长 他对水性控制 他的技术其实是非常强的 甚至说 不一定比学自由浅的差多少 对 我看到很多很多美人鱼的表演 他那个水下的时间会非常非常长 就一开始的话 我是觉得 因为我不属于竞技型的 我觉得美人鱼美一点 然后我觉得我特别适合学这项运动 但后来我发现我想表演更好 然后在水下更自如 水性掌控的更好的时候 对我的技术水性要求非常高 所以还是需要有不断的练习 对所以我现在就每天每周都会跟着你们去练自由浅 必须训练对吧 非非是我们这边自由浅水训练圈里面 活跃分子 活跃分子 基本上每个星期只要你有时间你都会过来 对因为你们在训练 你们可能想的就是我要竞技对吧 我要去拿全国冠军 我要去拿亚洲冠军 我想的就是我要成为美人鱼圈那边最牛逼的 技术性最强的那一 那水下表演的时候 那是不是需要化妆什么的 或者是化妆 我们知道化妆不是到水里都完全花掉了吗 这个就是直男不懂了 我们有防水的呀 还有防水的 对啊而且其实美人鱼它有很多头饰啊 头罐啊 它不只是化妆 它是整体造型 比如说你有头饰头罐 然后你如果想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你的服装也是可以调整的 甚至你的彩妆彩绘 这其实更好玩 那美人鱼尾巴它是不是很贵的 我觉得自由潜水 试衣就比较贵了 我就不知道美人鱼这个尾巴 有可能你为了表演或者什么样 你可能需要有好几条这种尾巴 就是是个坑啊 是个坑 对 美人鱼尾巴其实有相对来说 练习的时候我们会穿相对来说 比较有性价比的 但是有最贵的就那种硅胶的像真的 仿真的这种就几万 上好几万是几万 那我们不谈装备不谈装备 我们今天聊聊情怀 对聊聊聊情怀 OK那对于你来说 你现在又是自由潜水员 又是美人鱼教练 你认为自由潜水和美人鱼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自由潜 自由潜跟美人鱼 先说共同点吧 就是大家理论性和技术上 共通也是很多的 对吧 这个大家想要咬我吗 大家在学的时候都会能感觉到 然后包括就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都会找到更美的自己 更好的自己 包括成长 因为大家都可以出片嘛 对吧 说得直白一点都可以出片 对 这个是共同点 对吧 作为不管是自由潜水员还是美人鱼 对吧 然后我觉得区别是在于 嗯 学自由潜的时候我更多是 呃 看一些技术性的东西 或者是我更想下更多的深度 然后比起时间更长 提普姿态更 更规整 效率更高 那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一步步的练习 跟自己对话 它更多是挑战自己 感受自己 甚至你在很深的时候 只有自己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自己在精神上有一种升华 因为跟身体对话嘛 跟心灵对话 因为自由潜水就是一个发觉自己内心 或者是发觉自己 自己平时看不到就是潜民的一项运动 对 它会更多让我感觉到成长和认识自己 然后美人鱼的话 给我的感觉就是 呃 因为它很大一部分是我要表演吧 嗯 为什么要做海洋保护 它通过美的船 船地 跟大家互动 跟观众互动 甚至在海洋馆里面跟大家互动去表现 所以它更多是分享一种爱 分享一种美好 还有一种海洋环境保护的分享 所以我觉得它更在于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所以美人鱼才会给你打kiss 对呀对吧 哇 所以我觉得它那个心形的气泡 才可以比心心呀对吧 特别漂亮 才会救王子呀 OK 才会有更多关于美好的传说 那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自由潜水 或者是美人鱼有任何想知道的其他信息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 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美人鱼小姐姐 飞飞 人鱼小姐李飞飞 那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转发我们的频道哦 转发我们的视频 哦对 转发我们的视频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再见